距离农历春节还有快两个星期的时间 家家户户也陆续开始进行了大扫除 瑞芳清洁队大型家具清运工作就增加了大约两到三成的量 那清洁队员真的是疲于奔命 而公所也呼吁民众要提早预约 以免拥挤而造成延迟托运 每到中午时间瑞芳区第一市场旁就有垃圾车会定点收云垃圾 只是年关将近 家家户户也陆续在大扫除清除不少的大型家具 每天都有民众向清洁队登记要清运 今年的春节的清运的垃圾的问题 这是在清洁队已经把这个公告 107年的这个公告已经都发给各里的办公处 那请里长转发给那个李明 我们春节垃圾清运呢 我们2月14号从早上8点钟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家运了 然后请民众呢 务必一定要以我们的垃圾车的响铃为主 那我们晚上一样正常的收运 那2月15号除夕当天 我们从早上开始跟下午1点钟开始 我们会有两趟的清运 那也请民众务必以垃圾车的响铃为主 因为清运的时间 比较依垃圾量的时间比较不确定 所以还是要务必请民众以垃圾响铃为主 瑞芳区清洁队队长就表示 春节垃圾清运时间除了2月16、17、18日 全面停收三天之外 其他时间都有巡回清运或是定点收运垃圾 已经印制时间表广发给民众 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2月16、17、18、3天我们停止收运 不过我们有定点的收运时间 在第一市场早上9点半到10点 然后1点到2点 7点半到8点半 中正路那边 中正路民生交叉口那边有9点到9点半 晚上8点半到晚上9点 然后还是请民众务必多加利用 还是要以专用垃圾袋为主 清洁队呼吁大型家具清运 自己日期到2月4日 接受民众电话登记 希望民众提早预约登记 以免拥挤 而春节期间也请勿随意弃置垃圾 否则可依法开发新台币6000元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